驚心動魄4小時 我一看嚇一跳 原老公要打台灣了 轉來轉去4小時就不打了 陳吉仲辭職未準 這也變成驚心動魄 到底在搞什麼 陳吉仲昨天真的有消息 傳來一變再變 而且中間蘇貞昌還出來罵 所以有人放話很惡劣 被認為是民進黨裡面的派系鬥爭 所以因為新潮流 他們希望陳吉仲辭 因為他們覺得這項消息 對選舉不利 但是英系跟蘇系就反對 所以變成說裡面 因為這不是在野黨放出來了 開始就是從民進黨裡面出來的 說陳吉仲辭等等 他說他現在是被請辭 說綠營裡面早就有傳 鄭文燦說他不准 我們說不准他 因為他有權責 把進口彈的問題說清楚 除了這個應該加一個期限 三天內把他說清楚 你要他多久 他一直給你拖 他就永遠不說清楚 他就永遠幹 那不是變成他可以拖下去的一個理由 這個有那麼難講清楚嗎 民進黨團說 陳吉仲勇於承擔一定職球對決 不是派系鬥爭 他叫做永遠承擔 這個劉士芳因為他是幹事長 不是 主要是他不選了 好不好 只有不選的人敢講 你都可以 永遠承擔一定職球對決 你趕快講 你總有個時間法 這個多困難 今天立委問你的 縣市長問你的 你先把這個問題先解決 如果你不能解決 你說我不知道 地方正問你 但留下 我不知道去哪裡了 也是一種態度 你不講不是很奇怪嗎 你有可能不知道 不是一定說 也有可能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去哪裡 大盤去哪裡 怎麼 你講啊 對不對 你講 你通通不講 這很奇怪 國民黨是說他假寢辭真留官 寢辭是假的 我就講說 王建勳已經講個名言 政務官辭職不是兒戲 政務官不輕易辭職的 政務官按照趙耀東的講法 是清代弄戴紅頂子的 那是國之重臣 我請辭環保署長 我就講我跟李登輝 道不同不想我們 我不想給你政府做 就這麼簡單 我的辭職書寫得清楚 送到行政院長 派專人送行政院長 請院長準辭 郝伯村把辭職書 專人送回環保署不準辭 我接著再請專人把辭職書 再送進行政院長辦公室 我非辭不可 這叫辭 政務官辭是這樣辭的 政務官我要辭了 然後你好 你再繼續幹 我就繼續幹了 這叫什麼政務官 政務官沒有這樣幹法的 把政務官的格調都丟掉了 要不然就不要提 我負責到底 我講清楚開記了會 講清楚看你們滿不滿意 也可以 然後又不辭了 丟臉丟死了 好吧 張師剛說 但願人長久這用得不錯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產圈 對 我們看一下 也不可能中秋節 總統陳吉仲該不該下台請辭負責 年初蛋黃走掉 進口炭從數量到孝綺爭議連環報 甚至銷毀都還要再花兩億公帑 南韋部長陳吉仲兩度火線事宜 反而成了劍拔 周日傍晚突然有媒體報導 已經請辭獲准 陳吉仲到現在還沒有提出辭職書 總統也沒有要他辭職 就有人急著換話操作 這非常惡劣 前科奎蘇昌第一時間跳出來 痛斥謠言 該辟謠的行政院 卻累個了四小時 晚間才姗姗來遲 證實確實有口頭請辭 不過已經獲得未留 手上筆贈沒說出的答案 前一天就有人揣測 陳吉仲被請辭 目的是為了過行續產會主委 林沖賢 巧的是四年前送別 時任主委林沖賢時 陳吉仲一度哽咽說要同進退 如今被放話 則是為了保住林沖賢的官位 有關進口雞蛋的這個說明 那麼陳吉仲部長 那麼還是有相當大的這個權責 需要把問題說清楚 單荒成了綠營大選未爆彈 陳吉仲辭不辭派一些角力 暗潮洶湧 來鳳琦 我覺得現在留給我們兩個 很大的疑問就是第一個 到底誰才是這一批 超私彈的幕後黑手 第二件事情就是 誰不肯讓陳吉仲下台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 當然裡面很荒謬 因為農委會上上下下 動員所有的人 然後一天一個謊話 就是希望能夠維護超私彈 所以那個荒謬劇 就不斷不斷的上演 從一開始的時候 超私的資格 謊話 然後到後面的那個 報官的那個代收還是代電 謊話 這個合約一出來之後 發現是謊話 然後接著那個標示的那個時間點 謊話 然後後來那個到底塗辣沒有塗辣 謊話 然後到後面的 他到底是不是 還有再繼續從巴西進口彈 結果從巴西的官務資料 發現六月之後 還在繼續的進口 謊話 然後到後 所以你這樣一連串的謊話 那麼為什麼農業部要出來 不斷的謊話連天 因為理論上來講 他是監督這件事情的人 他是要監督食安的人 現在卻變成用謊話 然後來遮掩這個業者 包庇業者 那目的是什麼 幕後黑手是什麼 你要知道這整件事情當中 最荒謬的一件事情是 你看比如說像是 台農淡品的圖案財 他都出來喊冤枉 諾委會叫我做的 諾委會叫我這樣標的 我怎麼知道 農委會拜託我去處理的 那我去看農委會的面子 然後去農業部的面子 我就去幫他處理了 好 台農淡品的老闆 出來說過話 冠軍淡品 農委會叫我去接收 台農淡品的蛋我也不知道 好 農業部 又是農業部拜託他的 那麼前兩天 在桃園所查到的那個 國產蛋跟進口蛋混在一起 那一個是綜藝蛋品 他也說就政府派人來說 叫我們幫忙處理 中央續產會的蛋 然後送來的一批批蛋 有的是英文 有的是那個奇奇怪怪的文字 我們也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來自於哪裡 我怎麼標 我沒辦法標 我只好說 既然它是中央續產會 我就認定中央續產會是國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超私蛋 然後被拖累的所有的 這一些民間的小公司 每一個都被盯上 然後而且每一個都被開罰 台東蛋品被開罰 冠軍蛋品被開罰 然後綜藝蛋品被開罰 請問一下超私的責任在哪裡 中央續產會的責任在哪裡 而且你會發現說 他們顯然沒有能力 有這個蛋的通路 所以都是政府人員打電話 拜託我們去幫忙 他們變成了發言人兼超級推銷員 請問一下是誰有這麼大的力量 去做這件事情 你我加起來的損失 已經超過幾億了 我們要問這件事情 我們排蛋的排蛋 吃到黑心蛋的吃到黑心蛋 然後我們還有付出很大的代價 請問誰是幕後黑手 第二件事情是 誰不讓陳其中下台 昨天那個真的是一個荒謬句 先是民進黨這邊有人放話說 他緊辭了 接著我們就發現 蘇貞昌跳出來說 有人急著放話 這樣子是不行的 我也很想問一下蘇貞昌 你贊不贊成你爸爸的這個說法 所以蘇貞昌 你是要讓陳其中留下來的 你的選舉當中 我看你的選民 每一個人都要問你這件事情 好 然後就突然之間行政院說 沒有請職獲准 他也不說未留 鄭文燦自己承認 就是陳其中你話還沒有說清楚 行政院你在推卸什麼責任 陳其中如果不肯把話說清楚 你行政院跳下去查清楚 哪裡說他不說清楚 你就讓他留下來的道理 你當然就是他不肯說清楚 你就跳下去查清楚 鄭文燦不肯查 陳建仁不肯查 我告訴你 只有政黨人才能查清楚 好會 就像剛剛鳳鑫講的 就這麼多的謊話 謊話連篇之後 我想還是終究要面對 這個現實的部分 今天中午我要上節目之前 還特別辦公室打去問 因為大家對於劉相 真的非常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就問了這個序慕斯 就大家這個也有人推測 序慕斯司長好像跟林沖賢的關係 也非常的好 如果這一次 大家都非常關心這個林沖賢 在這一次淡淡的危機裡面 扮演飛行這個主要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也有必要 出來做一些說明 我先跟大家報告 序慕斯在剛剛跟我的辦公室說 他現在正在處理相關的資料 給各縣市政府 就是所謂的流向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 就是說禮拜五我們就要進行 專案報告 專案總質詢 我就看在這之前 我們各委員能不能拿到 這個相關的一個流向 我要講的是這樣 我想不只超司跟巴西進口蛋 當然這一次一起出來 做進口的這些廠商 因為我們這次總共 從七個國家來進口蛋 是不是只有從巴西來的蛋 是要去追查 其他的蛋到底去了哪裡 是不是都符合相關的標準 我認為也應該一併的 來做相關的一個檢查 鄭文燦講說 他現在已經農業部跟衛福部 已經共同啟動相關的一個調查 你禮拜五 陳建仁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請你搞清楚 是不是這一些積查的結果 我現在也正在要資料 希望你可以把相關的內容 真正的公開透明出來 我覺得數學還會曾經講說 讚美陳時中是雞蛋 超人 陳其中是雞蛋超人 那現在什麼蛋 是壞蛋超人 臭蛋超人 還是混蛋超人 到底是什麼蛋超人 這是第一個 以前我記得八國聯軍對不對 現在變成七國聯蛋 七國的蛋都來了 去年民進黨一定要記得 去年民進黨所以選了大敗 就是因為陳時中是主要的 大家對疫苗對疫情實在是 到最後是忍無可忍 所以失敗 民進黨還把他當保 提名他來台北市選市長 這次選舉如果失敗 陳其中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當昨天第一消息傳出來說 民進黨給他遲了 我當然想說 民進黨還是會選舉 還知道在關鍵時刻 要做關鍵的決定 他就說未留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就要未留 看他下面 看他接著要怎麼做 看他到底公布的流向對不對 然後看他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